由于南加州热浪将持续到劳工节周末 负责监管加州电网的非盈利组织 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已经发布了从8月31日开始 并持续到周末的高温公告 敦促客户采取措施减少消耗 以保持电力供应不中断 南加州许多地区的气温预计将达到或超过100% 包括洛杉矶和周边线 内陆帝国和沙漠的气温预计将达到110华氏度 Flex警报是逐日发布的 呼吁居民在下午4点至晚上9点之间自愿减少用电 这些措施包括将恒温器设置为78华氏度 避免使用大型电器并关闭不必要的灯 加州预计在未来6天内会发布更多的Flex警报 此外根据南加州爱丽生的停电告知地图 整个南加州计划有1300多次停电 可能会影响多达6.4万名客户 在洛杉矶线部分停电最早将于周四上午8点开始 可能会持续8个小时 极端高温的天气里也提醒民众做好防暑降温 特别是要照护好家中的老人和孩童禁防中暑 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表示 微软对动势暴雪的收购会损害市场竞争 比如可能大幅削弱视频游戏机 游戏订阅服务和云游戏服务的竞争 从而导致商品价格上涨或消费者选择空间减少 CMA令这两家公司必须在五个工作日内 即9月8日之前提供可接受的承诺 来解决这些竞争问题 否则将对该交易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如果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调查 CMA会任命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 更深入地探究第一阶段发现的风险 并评估是否更有可能因合并而出现 大幅减少竞争的情况 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9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亚马逊地区有记录的火灾数量达到31513起 成为自2010年以来8月份火灾数量最多的一个月 至此亚马逊地区已连续4年8月份火灾数量超过2.8万起 其中8月22日一天报告的起火点数量达到3358处 是15年来单日发生火灾数量最多的火灾日 根据官方统计 今年1月至8月份亚马逊地区共发生火灾46022起 比去年同期多6598起 据每日星报9月1日消息 一名俄罗斯石油公司高管从一家医院6楼的窗户神秘坠落身亡 报道称67岁的拉维尔马加诺夫一落地就死亡 目前还不清楚马加诺夫为什么会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 自普京在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 俄罗斯能源巨头在可疑情况下离奇死亡 马加诺夫之死是最新的一切 8月31日 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 称被美国政府要求限制向中国出口两款 被用于加速人工智能任务的最新两代旗舰GPU计算芯片A100和H100 对此 中国商务部9月1日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不断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限制半导体相关物项对华出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相关做法背离公平竞争原则 违反国际经贸规则 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也将严重影响美国企业的利益 阻碍国际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 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恢复造成冲击 美方应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公平对待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 多做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